40岁的女人一定要知道的保养方 轻身不老对身好 昨天去刘湾的时候碰见我师姐 我们差不多有十来年没见了吧 哎呦昨天一见她还是那么年轻 就跟十年前没啥区别 那我自然要问问师姐是怎么保养的哈 因为咱们正在收集这个保养方嘛 师姐说也没有很费事 就是在几年前呢 她学到了一个桑胜膏的做法 每年从夏至到立秋 她都坚持吃上几个月 那把肾养好了 自然也就不会显老了 这个桑胜膏的做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去桑胜200克 我用的是桑胜肝 如果是鲜的桑胜呢 就可以用300克 然后简单的清洗一下 再加水100毫升 把它榨成蒸 这个桑胜用鲜的或者用干的都行 那如果要用鲜的话就是300克 用干的200克就够了 榨好之后把它倒到这个炖中里边 我跟你说啊 这个榨汁杯还真的挺好用的 你看它是这种10个刀印的 而且功率大 榨出来的汁特别细腻 现在这里边再加两块这个红糖 锅里加水 我们选择精炖 需要三个小时 开始 当然哈 如果你要是选择直接搁锅里煮也是行 但是如一壶 所以这种鲜水炖就比较方便 而且更能保留里边的营养 这个炖好的桑胜糕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这样取上两勺泡水喝 因为这个已经经过三个小时的这个鲜水炖了 所以里边的营养能够更好的吸收 那剩下的这一罐呢 我们等它晾凉直接放到冰箱冷藏 这样随吃随取就特别方便了 这个夏季节气过了之后哈 咱们除了继续养阳气之外哈 也应该要开始滋阴了 那这个桑胜呢 就被称为这个水果中的乌鸡白凤丸 不仅可以滋养阴血 还可以这个养肾 最主要的是男女都能吃 如果你年纪轻轻的 然后这个两边就长有白发了 或者是经常头晕耳鸣的 就可以经常喝这个桑胜糕了